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MadeGames桌游戏 这部影片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做的一个新的桌游 那这个游戏叫做机甲旗 然后目前所有的档案呢都提供在我的网站上面给大家免费去下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游戏里面所有的零件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档案印出来 然后档案里面会包含说明书加上这些所有的卡片跟零件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卡片裁切完之后你就会有这个完整的游戏 那我设计这个游戏其实最主要的构想就是希望能够让玩家可以设计自己的角色 或者是设计自己的卡片 那我就先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游戏所有的零件 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这个是一个棋盘 这个是一个6x6的棋盘 然后这个游戏你每一只角色都会有一个指标 所以这边我有六个不同的角色,就有六个不同的指标 然后这个每一个指标都是用来代表你哪一只角色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所以到时候我们在玩的时候呢 这些角色,这些指标会放在洗盘上面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角色卡 这些叫做机甲 然后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机器人 然后我有,目前我设计了六只不同的机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只 它叫做螳螂 然后它是一个刺客机甲 然后接着这边有几个数据 第一个是它的攻击的距离 它的攻击距离是1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生命值 第三个是它能量上限 那在这个游戏里面能量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因为每一只机甲它都需要能量 它才能够运作或是执行其他动作 所以这个能量上限就是 它总共能够储存多少能量 攻击就是在它攻击的时候 它攻击的强度 然后它防守就是它防守的时候的强度 然后能量呢是它每一回合能够生成多少能量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张 这个叫骑士 它也是一个刺客类型的机甲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距离比刚才的螳螂多1 它的血量跟能量上限都是一样的 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攻击跟防守跟能量 都跟螳螂有一点点不一样 接着我们有我们的大盾 这是一个坦克机甲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它攻击变低了 然后防守变高 然后其他东西几乎都蛮类似的 然后有 巴斯 这个是辅助机甲 所以我总共分成三个种类 就是刺客 坦克 跟辅助 那刺客的原理就是它的伤害 它的攻击高 然后坦克就是它防守高 然后 辅助的话呢 就是能量高 所以 如果是巴斯的话 它一回合就能够生成5个能量 因为它的能量是5 然后它距离是2 然后接着另外一个辅助机甲 6号 它的距离只有1 但它能量就可以是6 然后最后一个坦克机甲 盘古 它的攻击是1 防守是3 然后能量是2 它一样是一个坦克类型的机甲 在这个档案里面呢 我也会提供一个空白的角色卡 可以让你自己去画一只角色出来 那我接着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要怎么设计自己的角色 所以其实 设计自己的角色原理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这些所有角色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 它的血量跟能量上限都永远是10 所以这是第一个规则 设计角色的时候 我们只要遵守几个很基本的规则 你就可以设计出一个自己的角色 所以第一个规则就是 血量跟能量上限永远都是10 所以这个就是不需要调整的地方 那接着你可以调整的地方呢 就是 它的攻击距离 它的攻击 它的防守跟能量 那这些 这几个数据呢 也有一个规则 可以把它们绑在一起 所以就是 攻击距离加上 攻击加上防守 加上能量呢 的总和 会是7 所以永远都是7 你可以看到这边每一只角色 虽然它的数据不一样 但是它的 这几个数据的总和都是7 我设计这个规则的原理呢 就是希望能够 透过这个很基本的 就是加起来 一定要等于7的这个原理 就可以让每一个角色呢 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平衡 所以如果它要某一个 某一个方向特别厉害的话 它另外一个方向就会变得比较弱 然后接着 第三个规则呢 就是攻击最高是4 然后防守 最高也是4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攻击已经推到4 那我剩下三个 就是三个 因为总共是7嘛 所以我把4全部放在攻击里面 那我剩下三点要放在其他地方 然后攻击跟防守 最大就是4 所以攻击距离呢 跟能量最小 就是1 所以你不可以有 没有攻击距离的机甲 或者是没有能量的机甲 因为它如果没有能量的话 它等于是每一回合 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如果它没有攻击距离的话 它就直接不能攻击别人 所以这两个就是 就是这几个就是最基本的规则 然后在说明书上面 也会有一样的解释 好我们看完我们这些 角色卡之后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些指令卡 然后这边 第一个指令呢 叫做升级 它是一个辅助指令 然后它就是 它的原理就是 可以让你升级自己 或者是相邻的机甲 然后升级呢 有几个不同的选项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升级攻击加1 然后上限是4 那攻击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一个角色 它的攻击的时候的 攻击的强度 那攻击加1的话呢 你就等于是 在这个游戏里面 你就是永久升级 那只机甲它的攻击 但是上限一样是4 所以如果我要升级 这个螳螂这个机甲的话 我没办法把它 攻击升级成5 然后能量消耗呢 这个就是 你打出这张 指令卡的时候 执行这个指令的 那只机甲会消耗的能量 那我在下一部影片 会跟大家更详细的解释 这个游戏 就是整个玩起来的步骤 那我现在先跟大家 就是先分享给大家看 哪张卡片 所以第二个呢 就是防守加1 然后它上限一样是4 能量消耗一样是5 然后第三个 能量加1 最多只能升级一次 那能量加1 就等于是 它如果原本是能量2 然后我再给它能量升级 变能量加1 它就变成能量3 所以它等于每一回合都会生成3个能量 然后这个只能用一次 因为能量是一个很 很珍贵的资源 然后你能量越多 你就会越强 然后这个一样能量要消耗5 然后最后一个是回血加1 能量消耗只要2 所以这个是升级这个指令 然后我这边提到说 升级自己或是相邻的机甲 那相邻的定义呢 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是定义成 比如说如果我有 所以相邻的定义就是 比如说如果我有这只机甲在这里 那它的相邻机甲就是前后左右 然后斜的就不算 所以它只有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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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相邻的定义还蛮重要 因为我们在有一些指令卡里面会提到 在这个整个组里面呢 会有两张升级的卡片 然后其实第二个指令呢 叫做过热 它是一个刺客指令 然后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让攻击加2 然后它的效果只有维持一回合 然后它的能量消耗就是5 然后接着 这边也有两张 然后接着第三个弹跳板 相邻机甲可以移动到对面方格 被移动的机甲不需要消耗能量 然后这个能量消耗是4 然后这个原理呢 其实就是比如说 我之前有提到相邻的原理嘛 所以我现在如果比如说 我这边有一只 有一只机甲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只在这里 然后我这一只呢 执行这个弹跳板的这个指令 那我就可以让 这一只它是我相邻的机甲 我可以让它跳到另外一边 所以它等于是移动了112两格 可是它不需要消耗任何能量 然后 这个快速的移动方法很重要 然后之后 我在下一部影片跟大家解释 怎么玩的时候 我就会 就会更明显就是为什么这个 这张卡这么重要 所以这个是弹跳板 然后我一样有两张 接着是防护罩是一个坦克指令 相邻的机甲防守和自己一样 然后维持一回合 那防守呢 就是要看自己机甲它的防守是多少 所以比如说如果是螳螂这只机甲 我就不会在它身上打出防护罩这个指令 因为相邻机甲跟自己防守一样是没有用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防守 所以通常呢这个我会打在坦克机甲上面 就是防守比较高的这些机甲 所以我有两张防护罩 接着反攻 这个是一个刺客指令 如果上一回合被攻击 这一回合攻击加5 然后能量消耗只要1 因为它已经有一个条件是比较难达成的 就是你上一回要先被攻击过 你才能够使用这个指令 接着能量转换 这个是一个辅助指令 将能量转换给一个相邻机甲 能量消耗是2 那这个原理呢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边呢有一只 这只机甲 那它如果它的现在能量是6的话 然后我打出这个能量转换 将能量转换给一个相邻机甲 能量消耗2 那我等于是先消耗两个能量 然后打出这个卡片之后呢 我就能够把我身上剩下的四个能量 全部转换给我旁边这只机甲 然后这个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有给大家看过 有一些机甲呢它的能量会比其他的还要高 比如说一般来讲都是辅助 所以你可以看到巴斯的这个辅助 它的能量是5 6号这个辅助它的能量是6 所以等于是它一回合就能够生成6格能量 那但是它的攻击跟防守都很低 一般来讲辅助的话都是0 那它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能量分配给其他两只机甲 然后就是这个是要看玩家的策略 然后分配完之后其他机甲就有更多动作可以做 所以这个是能量转换 然后我一样会有两张 那接着最后会有两张空白的这个指令卡 就是给你自己设计的 那我建议如果是刚开始玩的话呢 建议是先从设计自己的机甲开始 因为这个数据是比较容易平衡的 然后如果你更进阶了 然后更了解游戏之后 你可以慢慢开始设计自己的指令卡 好 那我这部影片的时间就大概到这里了 那我下一部影片会跟大家详细的解释游戏的规则 然后之前就有提到这个 所有的档案呢都会免费提供给大家下载 连结会在下方的叙述当中 然后这个游戏呢主要的零件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希望能够设计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让大家可以去设计自己的角色 然后可以玩得很开心 那我这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做的东西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按个赞还有订阅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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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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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